嗯 哈喽大家好我是黑偶酒精的边野摇摆位选手丞下欢迎来到黑偶巅峰一时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下我在这个赛季中更加侧重的打野位置 随着版本的不断变动打野作为游戏的节奏发动机英雄选择愈加多样化而线上的高强度对抗 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个现象野河自由人打法渐渐被主流玩家所接受 这里先为大家推荐几个我在当前版本中用来上分的英雄 纳克露露公孙离百里首约 从英雄定位来看一直有着核弹支撑的纳克露露是野河打法的典型代表 而公孙离则是自由人体系的生化产物与最早的自由人马可人波罗相比各有特色 同样作为射手 白里首约的定位显得更模糊一些 除了让敌人痛彻心扉的狙击 普攻同样布置出传统射手 加上游戏中独一无二的开始野能力 哥拉他拥有远超常规英雄的战略能力 在游戏中白里首约虽然主动进攻能力不强 但他高额的远距离普攻 也让对手很难入侵白里正手的野区 这里简单聊一下白里的开局刷野路线 红buff起手 刷完红之后就去中路或者下路 放第一个眼位 然后收掉野猪小鸟 此时第二个机密之眼已经储备完毕 就可以放在暴君位置 以防被对手偷龙 这里可以呼叫队友一起行动 为自己去开对面野者视野 而白里则可以躲在后面用二技能抢野 或者去中路干客对手 将其击退 然后消耗中打血线 总之白里打野 除了干客一定不要忽视他卓越的推打能力 通过推打将视野布进对手野区 逐渐压缩对手发育空间 最后用致命的子弹结束游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白里索约在实战中的表现 在游戏中 坚准的甩局是白里索约必须掌握的技巧 只要对手才没有办法根据瞄准时的红线进行夺避 养成这个习惯可以让你的远距离举击命中力大增 在这局对击中 白里索约前期安部就班 正常发育 但在下路的出手让敌方王兢军预判到了白里的动向 所以选择在白里刷野时过来干扰 在追击中 王兢军回头减输了两人 但自己也被挂上红霸服 走到草丛处 白里一路草瞄准 有干将去开视野 一枪成功命中王兢军 最终在塔里 干将一发飞剑 收下人头 接着直接倾线进塔 利用自己前期的高额普攻 在不到两分钟就磨掉中一塔 十二百里剑野区空旷选择继续蹲中 等王兢军上线时 已经进入伪装状态 所以王兢军毫无防备 正中一枪 虽然后撤得很快 却还是被白里普攻接拘打残 最后被一发忙甩带走 等到王兢军复活 白里继续构计重施 将对手彻底打崩 当然了 作为一位举举手 英雄界面上的刺客定位 毕竟不是主业 在团队中输出伤害 最后一锤定音 才是白里正确的打开方式 例如在资产战斗中 我方收战优势 借着主转飞龙的推陷效率 破掉了高地 随后转线上路 木齐见队友相隔不远 在塔下试图组织防守 我方确定木齐是AD组装 实际上抗性不足 无法充当主坦 所以白起直接月塔嘲讽 二技能将其拉出 快速将其打残 木齐见自己血量见底 我方控制全交 直接开道向后传送 却在落地的瞬间被白里拘杀 失去了唯一的开战英雄 阿克已经无法形成威胁 而过来掩护他撤退的装周 也在迎证大招和白里普攻下 血线下得很快 只能无奈后撤 最终在相同的地方 被白里的子弹追上 失去二人的对手 只能被动的阻止我方推进 却没有任何反打手段 最终我方成功一波 在实战中 除非是天顺的开局 否则前期的白里所谓 要谨守自家野区 我连河道都不过 对手打野 坐在能力 再强能耐我合 在谈论中 眼卫虽然可以防止对手落后 但像白起 像雨这样正面强开的重装坦克 和强控支援伤害 都比较出色的战时生撤 依然对白里威胁极大 所以主要输出还是 二技能和远距离聚机 等到对手交调控制 再上前普攻出出 搭配队友方面 这里推荐中路法师 干架墨烟 两位高爆发英雄只要配合默契 瞬间吞发对手 脆皮不试梦想 而辅助方面 推荐太乙阵龙和鬼不止 两位英雄的控制技能 将大幅度提高白里的命中力 让百步穿阳不再试梦想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丞相 我们下期再见 来 丞相 我们来简单聊几个问题 所有你的粉丝都知道 你的操作方式易于潮人 你感觉这种操作方式 有什么利弊吗 好处呢 其实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对面的一些 看不到的视野 就小时候的话比较多 利弊的话就是 就是左边有一个地方 就是左边 手机左边 所以可能有点看不到 第二个问题 你在王者峡谷练习 百里手跃时的陪练 一般是谁 用什么英雄 陪练就标哥吧 标哥天天 又把他拉走 在这里挡回去 陪英雄就 叫他玩一些 控制型 英雄就完了 今年过年准备怎么度过呢 是否有什么出行计划 今年过年 就出去 最多就留下了 对吧 然后走进去 白年就那么满车 有什么最想去的地方吗 最想去的地方 其实成都大城市 我都没看 大概成都这么久 对吧 还有 有好吃的就行 好的 就这样 陈下马上就要过年了 最后给大家办一个年 怎么样啊 可以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越来越可爱 越来越旺 越来越旺 对吧 有心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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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